大家好 我是宇美仁 我是許昌德 主持人除了口的 又還要睡到什麼房間 當然 首先第一個就是你沒有的 音質要特別 然後呢 你知道說音機是看不到人的 所以主持人要吸引聽眾聽節目 要想辦法練習聲音 來增加辨識度跟知名度 是嗎 像這一位 今夜星辰 浩瀚星河中 我們住的這個世界 是最美的一顆心 因為這兒充滿了音樂與生命 你陪陪主持 他就是生意出來 不一定要有內容 就讓人家麻糬出了 我覺得這個脫口秀的重點 可能不會像原先的定位那樣子 因為原先的定位就是要 要稱讚廣播嘛 然後就是稱讚廣播人嘛 我覺得那是對廣播沒有幫助的啦 所以我們決定給一個很 一針見血的建議 明天 大概什麼樣 會有很犀利的那一種嗎 一定很犀利 我覺得會嗎 因為你 你連該兵跟病兵在哪裡都分不清楚 可是我現在分清楚啦 對啊 你早來講該兵誰誰叫 我說該兵怎麼會誰誰叫 有時候會喔 有時候會 你不是男生你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該兵會不會誰誰叫你說 我是不會啦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我們這個頒獎典禮喔 我們從頭到尾真的是最賣力的 就是稿子還要修還要背 然後我還滿還是第一個到彩排的 你看那麼生病早就不出門的人欸 嗯 等一下以為我今天不會來 對啊 我還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在家裡休息 我先我來彩排就好了 如果是別人我就不來了啦 因為是你 哈哈哈哈 哇 我怕小湯他們明天會昏倒 所以我還是要來 你不要這樣講 這樣人家會誤疑我們感情很好 沒有 因為你的狀況不好 哈哈 所以我一定要來把場面hold好 今年算是很盛大的舉辦 我有點驚喜啊 有嗎 是因為邀請我們就變盛大嗎 我是不敢這樣子想 哈哈哈哈 明天我們是賣點啦 你要記得 明天沒有其他賣點啦 就這樣